沿著台149甲縣道 雲林谷坑海拔1200公尺的 草嶺石壁社區 红色粉色的櫻花海 蔓延2公里 一直到九瓊神木 眼前的景色让游客直呼好美 有水吧 水 明天一本 这样的就水啊 很漂亮 我们车上游览车上 一直挖挖挖挖 一直挖挖叫 太开心了 今年花开得比较整齐 因为是气候温差大 冷它才会一致开 不用到日本就可以欣赏到 粉嫩的樱花海 首届的草嶺樱花季 没有让游客失望 九瓊神木这边 不只有几十甲的 绿色梦中竹步道 还有蜿蜒的樱花林步道 不用出国就能让游客拍好拍满 这让20多年前 筹花种樱花活动的农场主 开心不已 我们从地震以后 就是花老给院 要把银花种水 自己生活环境做得好 亲友找到回家的路 第一我们樱花在开的时候 你连连都会来 开心了 很感动 春天太阳高照 微风徐徐 飘移的樱花姿态相当迷人 品种山樱 富士樱 粉红家人等不同种类的樱花 2月中旬后就开始 接续绽放 让山头染上粉红 旅人穿梭在红色花海中 形成一幅春意盎然的美丽景致 新桃人给他电视料 立芬台湾云林采访报道 给我